遠遠就可以看到 濃濃的黑夜不斷的往上串到天空 那麼警察火爆呢 也趕緊到場布水線灌舊 那可以看到呢 現場是烈焰沖天火 是相當的猛烈 這熊熊烈火呢 不斷燃燒面積越過越大 情況是相當的危急 下壞民眾 帶一看一段現場情形 好那次事發呢 就在今天也就是14號早上9點多 高雄永安區保安路 這間存放塑膠裏的倉庫 突然傳出火警 那麼警消呢 是派遣重機具 無人機以及消防機器人 前往現場進行搶救作業 當中一名72歲 黃姓廠主似乎是逃生過程 太過緊急了 因此受傷 還好並無生命危險 那麼初步了解呢 這工廠疑似不明 原因起火燃燒 那麼詳細損失 以及起火的原因呢 還有帶火掉進一步離期